HELLO,CRV的車友們,大家晚安 晚上加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CRV的四代 來安裝的是KT道路版的避震器 螢幕當中這個角落有看到的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前幾天的話一樣有一位是 應該是嘉義吧,嘉義的車友來常安裝 也有開直播跟大家做分享 這位一樣是CRV的車友幫我們介紹的 他的車是2.4層的,然後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改裝的一樣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這個道路版避震器的話如果有空檔 其實我們都會在粉絲團裡面 跟車友們大家一起做分享 HELLO,明傑你好,世民你好 世民跟明傑都是裝KT的產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台的話 安裝的版本呢是道路版的避震器 師傅現在只有剩下右後還沒有安裝好了 剩下右後而已 其他的前面兩輪的話我剛剛已經安裝好了 不然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前面的部分 好,我把鏡頭轉過來 好,那師傅現在的話是安裝右後輪 因為這一台呢除了裝避震器之外 車高也要降低啦,幅度還不少 原廠的話大概是五指多一點點吧 那今天呢要降到大概三指幅左右 所以降幅有點多 所以呢這個是原廠的後面的竖角 後面的竖角原廠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那後面的部分等一下再跟大家來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它拆下來的避震器呢是總層件 前面是總層件,後面的話呢一樣是總層件 可是它的上座需要沿用原廠的 因為如果沿用原廠的上座呢 它的長度呢能夠多了大概一英寸左右 所以沿用原廠的上座設計上來說 會比較舒服,它的行程呢 會稍微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好,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後面,後面這邊要不倒啦 剩下幼後輪而已,師傅還在施工當中 晚上時間有一點暗耶 所以鏡頭要再稍微補光一下 我們先來看前面好了,我們來介紹前面 這台是2.4升的四代嘛 五代的話全部都渦輪化了對不對 地球夢的引擎,1.5升的 它底盤的話五代其實就跟四代完全不同 那我們今天先來介紹這台四代 這台是四代還是4.5代 如果線上有CRV的車友再幫我們了解一下 好,這台是CRV4的 然後前面的上座在這裡 它的調整還有拆裝呢還蠻方便的 在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沒有小編幫手 所以燈光不太好補 大家再請多多包涵 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上座 這裡有一個室蓋 這個室蓋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 它的CRV三代、四代 它的上座是同一顆 它有五顆螺絲孔 1、2、3、4、5 今天沒有小幫手可以補光 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個地方中間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呢 它是一個旋鈕式的阻尼調整器 網順時針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網順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逆時針S它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而且KT的話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是有附上座的 不必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所以我們就附個四種層件 前面的話是總層件 而且這裡面有一個指揮左承 它的指揮左承的品牌 還是日本KOYO的品牌 所以這個左承相當的耐用 這個是這樣看得到 這是一個右前避震器的上部 所以如果要調整裝了KT 或者裝了其他品牌的話 要調整阻尼的話 都是從這個地方 這裡一個濕蓋 這裡有一個防水飾條 防水飾條往上拉之後 這個濕蓋往外拉 就可以調整到阻尼的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到阻尼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 便利下方的一些結構 這2.4升的對 對 那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攻擊數其實還蠻輕的 畢竟這台CRB 是很多都拿來當家庭用車 不是像我們的Golf 7代GTI一樣 都是來當戰鬥機 這台都是拿來當家庭用車 所以前面的彈簧配置 其實我們配置的還蠻舒適的 而且把彈簧的長度 把它拉長到220mm 那公斤數呢 前面的話是配置6公斤 後面的話是12公斤 是的大家有沒有聽錯 後面的話呢 CRV四代三代都大概會配置的公斤數比較高 因為後面的公斤數 後面的懸吊 它所設計的是多連桿的雙A懸吊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擺臂的位置呢 相當接近支點 所以它後面的避震器的公斤數呢 其實都比較高 原廠的線徑其實也蠻粗的 原廠的後面的彈簧公斤數也蠻高的 那一些細節的部分 比如說離載串 需不需要改短的 或者是再多花錢改強化 KT的話都不用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個離載串 剛剛拆下來的時候有特別檢查一下 離載串的狀化很漂亮 所以直接就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裡這些有一些固定的細節部分 像這個是煞車的ABS感應線 有兩個扣距點的位置 這兩個扣距點呢 都是仿造原廠的相對的位置 所以都是專車KT的話呢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這邊的話設計就蠻簡單的 這裡的話有一個 這個是煞車分棒 煞車分棒的一個油管 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這個油管固定位置呢 也都跟原廠一樣 所以它的前面的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至於車高的調整 剛剛提到過的是 上座的部分介紹的是軟硬的調整 那車高的調整呢 這樣的懸吊系統的設計 它的車高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比較簡單式的一些設計呢 它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可是當你壓縮彈簧之後呢 它的車高的確會變高 但是呢壓縮彈簧之後它的磅數也變高了 所以乘坐感就會覺得比較硬啦 所以KT的形式的話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KT的話呢 是靠筒身上方這裡有一個 齒輪狀銀色的托盤 我們把齒輪狀的銀色托盤呢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轉 旋鬆之後 它的筒身就變成能夠調整長短了 如果筒身調整的變長 它的整體結構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對的 它的彈簧都沒有動到 所以如果計時安裝的話 這個地方呢都不需要動到它 唯一要調整的 就只有這個地方 齒輪狀的托盤我們把它旋鬆 然後車高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台車最高大概是可以到達 比原廠大概低半指幅到一指幅 最高的話大概四指幅到四指半都OK 最低的話兩指 最低的話到兩指都還OK 其實前面還可以更低啦 但是要搭配後面 所以一般來說 車友會詢問到的問題 就是車高能降到多低 這台車的話 最低的話兩指一指半都還不是問題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這是右前 左前的話當然也是一樣啦 左前的話它也要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調整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樣 對了 主尼的調整呢 左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邊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譬如說呢左邊12 那右邊就要12段 前面的話呢15段 後面的話12、13、11都可以 左邊、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可以不用對稱 那避震器的調教部分 很多車友提醒很多車友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當你是原廠避震器的時候 其實胎壓的敏感度沒有那麼高 像是原廠CRV的話 它的原廠的胎壓建議數值 我們把駕駛座打開 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都有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一台的話呢 它是建議前輪是30PSI 後輪也是30PSI 那如果有一些保養廠它的習慣呢 可以把胎壓打得很高 也不是不行 那原廠的避震器它對胎壓的容許範圍很寬 即便我們建議值是30PSI 可是你把胎壓打到40PSI 39PSI 那也都還OK 可是改裝避震器不同 改裝避震器它對路感的回饋是很直接的 所以改裝避震器對胎壓的要求呢 非常非常高 會建議怎麼打 會建議跟原廠的胎壓值差不多就好了 那也可以略高一點點 因為30PSI的話 有的車友會覺得這個 裝上車之後會覺得好像漏氣的感覺 胎壓不足的感覺 但其實胎壓都是夠的 所以會建議呢 比照原廠的胎壓 啊了不起的話 高個1-2PSI都還可以 可是打到39-40PSI 哇那高出原廠太多 避震器你怎麼調整阻尼 都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胎壓的設定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剛剛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 它是剛剛有介紹過 它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那後面的這一支呢 就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這支就是仰角調整器 後面的避震器在這個地方 上座的話需要沿用原廠 彈簧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12公斤的彈簧 它的腳管在比較下方 它可以調整長短的範圍呢 因為它整體的避震器的長度 其實算蠻短的 所以它能夠調整的範圍 其實比較少一點點 我們先把鏡頭來看一下 最刺激的部分 最近這幾天呢 FB的一些 大家有在轉傳 就是大陸有一個還蠻好笑的部分 就是有一台賓士的車主 他因為他維修的時候呢 他覺得啦 即使跟他爆200塊的人民幣 像這樣要拆開太高了 所以那個老闆就請 請那個車主自己拆裝 那其實這個都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我們把專業的部分呢 都交給專業的人士來處理 當然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像這個的話 它彈簧要壓縮 這個要小心喔 這個壓縮到一點點而已 像這樣的話 它彈簧如果沒有壓縮 冒然打這一顆羅帽的話 它是整個會彈開的 那是有危險性的喔 所以 有一些器具啦 有一些安裝的MEGA 都是要特別注意的喔 那現在為什麼要拆這一顆螺絲 是因為我們需要拆 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原廠的上座呢 它算是M10的規格 所以上座的這裡的 上座的橡皮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挖掉 上座橡皮 我們KT也都有附這個 上座橡皮 而且這個上座橡皮 它對硬度的要求呢 都是很要求的喔 像這個硬度的話 一般我們做到 大概70度左右 那這個就是後面的 KT的後面的避震器了 那要需要把它 原廠的上座呢 拆下來沿用 好 像剛剛彈簧會彈開嘛 所以我們需要用這個壓縮器 把它的彈簧壓縮住之後 再來拆原廠的上座 不然一旦沒有壓縮 就像我剛剛說 前幾天影片中 大概在廣為轉傳的 就是為了省200塊的人民幣 結果 電信貪飛起來 好像車主也有打傷吧 所以這個都是有危險性的 都請大家交給專業的人士來處理 但是歐美國家其實對這個部分 車主DIY的比例還蠻高 因為歐美國家拆一台避震器的話 應該都大概7000塊的台幣起跳 所以很多的國外的車主 像這些的拆裝呢 都會自己DIY 所以我們KT其實最主要是做外銷 我們會拍這些影片 其實也有很多的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當外銷到國外的時候 遇到車主是自己DIY拆裝 我們就能夠用這樣的影片 來教導車主自己拆裝 我們再回到後面的拆裝部分 我們把原廠的橡皮 這個是原廠橡皮不用 要使用的是我們KT所附的這個 剛剛有介紹的這個硬度比較強的橡皮 它是一個對甲的形式 把它上座做對甲 後面的彈簧要怎麼知道它的預載值 後面彈簧是200mm 所以我們會先把上座 先把它打緊之後 再來處理彈簧的預載 如果線上 那個檢陰權檢老闆 檢老闆的話也是店家 也是草屯很棒的店家 然後自己的話也是CRV的車主 這個上座呢 我們現在的步驟就是需要做彈簧的預載 那其實這種直捲彈簧 其實簡單來說它是不需要預載的 它的預載值只有大概3mm 不是3公分喔 是大概3mm而已 那第一個動作 我們把上座的橡皮都做對了之後 打緊 打緊上座中間的這顆螺絲 然後把避震器反方向之後 再來調整彈簧的預載 現在彈簧還鬆鬆的 所以需要再把它彈簧逼緊一點點 逼多緊 只有摸到彈簧之後再轉兩圈 兩圈就是3mm 這樣就剛剛好的幅度了 那轉好之後呢 這兩個托盤需要對鎖 它才不會鬆脫 這後面的避震器很大 三代四代都一樣 五代的話後面懸吊完全不同了 五代的CRV的車友 如果線上有五代的話 五代的後面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五代它後座的空間會稍微比較長 好現在預載完畢了 就是它的彈簧200mm 我們壓縮到197mm之後 這兩個托盤把它對鎖 就搞定了 就可以準備上車了 主你要調整好 因為CRV四代的話 它的後方的上座呢 是密封的 所以要調整阻鈴 有一點比較不方便 好我們再趕快回來 刺激的看完了 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為什麼要加裝這支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 如果有把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後輪呢 我舉的比較誇張 會變這個角度 那變這個角度變大了之後呢 它原廠的Camper不能調整啊 所以只能依靠這個仰角調整器 讓它的長度呢 可以調整 變長之後 輪胎就變正了 變正之後 就比較不容易吃輪胎的內側了 其實有一些的車主的話 原廠的BG也會吃輪胎的內側 是因為它的彈簧 有可能是已經疲乏了 車高變低了 那後輪Camper的角度呢 自然的就變得幅度比較趴一點點 所以就也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CRV三代四代的它的仰角調整器 非常便宜 所以加裝的話其實 像是RAV4好了啦 RAV4的四代啦 五代仰角調整器就很貴喔 那這個CRV三代四代 它的仰角調整器非常便宜 所以如果車主的用車頻率比較高 有想要降低車高的幅度比較多 都會建議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這一支三千多塊而已 沒多貴啦 但是對輪胎的壽命呢 有增長的效果 這是後面的部分 如果線上的車友呢 有在看直播的車友 有任何問題呢 請不用客氣 我會立刻把鏡頭 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那如果有問題 也很希望在線上立刻詢問啦 我們都會線上跟大家做解答 這個差不多好了 這邊好了 又好 又好還不好 這個是 我把另外一支便器拿過來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小幫手 我自己來 好 這個就是它原廠拆下來的 全部的部分了 對對對 在這一個四代的CRV 它有的大部分的車款 都是配置了HID的大燈 所以 它在右邊的避震器呢 有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 HID水平的感應吊架 那我們KT呢 做的很 都是做專車專用的規格 這也都一定有做的 不然你HID就沒辦法固定 你HID感應吊架 它沒有辦法固定好的話呢 它的就有可能打到天上 或打到地上 那也不行 好 現在師傅在調整的 在安裝的 就是它的 後面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是哪個位置 好了 這樣說聽不懂 好 剛剛的那個掉架呢 要安裝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支 這就是水平 HID 它有一個水平 相對位置 後肘呢 如果你的後座 坐了三個成人 200公斤 它要不要就沈下去了 等一下就有可能打到天上了 靠這個就沒關係 它就不會 它就能夠自動 調整它的相對位置 大燈呢 就不會打到天上了 就不會刺到 對向來車的眼睛 那這個是右邊的 仰角調整器 這個要不要打好勒 有沒有刷電 有朋友有沒有 有要看什麼東西 這個的話 也有很多車友 是改它的強化離載串 還有改強化的後面的 防傾桿 加速防傾桿 對操控都很正面的幫助 其實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也算還蠻簡單的啦 可是它要犧牲掉上座的空間 所以五代為什麼要改成 後面彈簧跟BGN系分開的 最主要的還是讓它的 後座的整體室內的空間 能夠變得比較大 所以五代的話 1.5渦輪的對不對 地球夢的引擎 那一顆的底盤都已經大改寬了 所以它的室內的空間呢 會比四代一定 一定還要來的大一點點 四代車的 是不是後座都會有意義 這大你指的是改裝避震器嗎 我們家的是沒有耶 因為後面的改裝避震器會有意義 其實大部分是在上座 是一個美角 這個上座呢 要拆下來做沿用的時候呢 也許有可能 有可能不曉得這個需不需要沿用 也許有可能預載的沒有做好 所以就有可能啦 比較有可能會是有意義的問題 當然意義的問題說真的 很難從隔空上面幫大家做判斷 譬如說隔空做判斷的話 有的車種的確有點問題 譬如說CRV的 不對那個Civic Civic八代 大概06年到08年 這個區段的年份 它的上座指推走場就比較有問題 CRV的話沒有耶 CRV的後座 我們做直播也做了好幾台了吧 還有很多的都是沒有 沒用啊 沒用就沒辦法開直播啊 都沒有 沒有遇到後座有意義的問題啦 3.5代喔 李大您好 沒有熱車的時候踩油門會一頓一頓 這個的話會建議了解一下 看看變速箱油是不是很久沒有換啦 因為你熱車一分鐘之後就正常啦 所以要了解一下看看變速箱油 是不是很久沒有換了 如果很久沒有換 或者是冬天的時候這個狀況更嚴重 哇那就可以了解一下 看看是不是要換一下變速箱油 還有變速箱油的殼 裡面都有濾網 這個都是需要保養的喔 黑管青龍公 像之前我太太是開比克替塔 原廠是說十萬公里才換變速箱油 大概四五萬塊 四五萬漏下來變速箱油就超髒了 十萬塊變速箱油不用換油了 所以會試著自己不同的用車狀況來做保養啦 原廠只是一個建議值而已 不用客氣喔 不用客氣喔 不用客氣 有問題都很很歡迎詢問我們 我們對底盤比較了解啦 但當然用車改車都有一定的資歷 所以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也不用客氣啊 詢問我們 我們就會去了解的部分跟大家做解答 現在師傅後面好了喔 要把它打開了 我家做直播他其實很難做看過啦 四代跟三代他的後面上座還蠻單純的 是從車室的後座的後方鎖兩顆螺絲 下方的話只有鎖一顆螺絲 所以其實是不難拆裝啦 OK 那今天的直播可能到這裡囉 如果車友有剛好是CRV的車友呢 對我們的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KT Racing的粉絲團詢問小編 或者是說 對對對 前幾天也有車友要試乘的啊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我們公司裡面都有試乘車 試乘車的話就是讓大家試乘的啦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前一台安裝的直播拆下來的避震器 車主的話也是原來有改裝的 這台是原廠的避震器啦 前一台的話是改裝的 而且改裝的還是日本進口的 也是一樣換我們家的 而且車主還蠻滿意的喔 CRV的話賣的還不錯啦 所以如果有需要實車試乘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車友們的收看 下次有機會安裝到CRV 剛好有空檔就會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